针对八仙乐园粉尘气爆事件 新美市灾害应变中心 29号召开第三次工作会议 目前还是一定会全力抢救医疗所有伤患 一位不布救医师的团队 烧烫伤中心 家户病房等 所有医疗资源全面调配 市府也针对每一位伤患都建立一个专案 协调医疗 社工体系 协助后续复建跟照顾事宜 一定会协助所有家属对业者求偿 呼吁业者不要再想用任何方式逃避责任 这个责任一定会追究到底 不管是在医疗 法律 以及后续的任何行政的一些协助 都会专案来负起责任来 烧原粉尘爆炸案酿灾 新北市副市长侯友宜表示 初步判断起火点在五台西侧 原因是彩色粉末碰到烧原映然所致 但是究竟是灯光或是有人抽烟 则需要进一步鉴定 这热源到底是所谓的抽烟所导致的 或是电灯光线太强所聚焦的 或是有其他的 引燃的易燃物在这里面 我们整个消防局跟刑事警察局的 鉴定单位都在汇整当中 他们很快会有一个很详细的鉴定报告出来 八仙乐园承报事件后续处理 新北市政府将成立爱新专户 接受各界的捐款 市府提醒在汇款单备注栏上 加注指定用途 八仙粉尘气爆救助专案 所有捐款金额将转给 伤患照护跟附件 这次以外曝露出八仙乐园逃生动线的漏洞 未来政府对大型活动的公共安全 都要做最严格要求 而对于大量的伤患救治 这一次也是全国最严峻的挑战 要彻底检讨 据站上五六新北市板桥采访报道